多顾家罗 最大的赢家不就是你吗 宇文户战败被困 损兵折将威名扫地 家仇也算报了一半吧 若宇文户战死沙场 岂不是更趁你心意了 你为何会有这种想法 我也未料到宇文户会战败 你现在当然可以说这样的话了 便宜都已被你占尽了 可我北国却受此拖累 损失惨重 不知要到何时才能重整其国 而这一切 都是你独孤家罗 借我的手造成的恶果 是你 是你害得我无言面对我弟弟 无言面对我北国的子民 这一切都是你害得 我当初也没想过宇文户会战败 我也没想到会是今日这种局面 如今我家大郎 还在战场上生死未卜 我若早知如此 还会让他去出征吗 无论如何 若是没有你当初的计谋 就不会有这一连串的变故 当初就该找一位 比宇文户更会打仗的人 带兵出征 就不会是今日这样的局面了 陆国公夫人 你有怨在身 切莫过于激动 家罗还有事 就先告辞了 独孤家罗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你给我站住 四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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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夫人 别过来 你怎么这么狠心 你为什么要退我 我没 四嫂 四嫂 你没事吧 是她 那我说退我 是她